追求女人抓住她身上的这些死穴,比有钱还管用 最近接到好几个倾诉案例,很多男生都比较消极,抱怨现在没钱真的很难追女孩 可是说实在的,是骂君我追求女生很少利用金钱公事,但是成功率也很高 钱的确很重要,但是在追求女人的时候,绝对不是万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追求女孩时候的技巧,没钱也能用,而且很管用 一,知己知彼,投其所好,许多来找我知询的兄弟,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了解你所追求的女孩性格和喜好吗,结果很多兄弟就懵了 说我没想啊,咱们古代打仗都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这女孩子也是一样呀,你什么都不了解呢,自然没有办法下手 所以要先了解对方的性格,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 很简单,她性格开朗,喜欢完,那你就带她去兴起的地方 一起感受快乐的时光,她嫌惠喜欢做饭,那你就问她 请教美食的做法,总之只有投其所好,你们才会有 共同话题,才能够加深感情 二,适当的浪漫和温馨,偶尔给女人一些浪漫和感觉 这并不需要多么贵重的礼物,最重要的是用心 你得知道女生喜欢什么,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撩妹 并没有花什么钱,完全就是记住了对方的姨妈妻 然后在对方姨妈要来的时候,送给她一款暖宫腰带 然后暖宝宝,红糖水,加上甜言蜜语的红 一周就让女生感动得不行,结果就在一起了 前年后后也就几百块钱,关键是让女生感觉到了浪漫和温馨 为什么浪漫对女生这么有用? 因为浪漫在女生眼里,是男人对自己的用心 二,甜言蜜语,她永远不会腻 经常说一些甜言蜜语,女生永远都不会觉得腻 因为女生很感性,即使你说的不是事实,她们也不会考虑 只会觉得听得开心就够了 而最好的情话,并不是直接夸奖她 相反是欲扬先义,要夸奖之前先打击一下 比如这样对女生说,我觉得你最近好像胖了 女生一般都会很尴尬,有的会否认 而你后面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了呢? 大部分女生都会觉得被套路了,但是心里却很舒服 如果不是套路的夸奖,那也一定要夸奖得很仔细 比如说你这条裙子真好看,就比你真好看要好得多 这条裙子真好看,就比你真好看,就比你真好看